家里开饭店是什么样的体验 蚊子快是不是 好好好一上来就发现了 爸爸给我煮的通水骨 咔当吃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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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想试一下这新的麦克风 就根本不会用 都是十个干馄饨 个人就紧紧赞赞吃一点包 他们搁这下象棋呢 晚上弄一个冷菜吃 因为这天太热了 这是我们电影的最虾 它里面黄可多了 我好爱吃虾的黄 然后有时候我爸爸会买那种超级大的虾 然后就是做成超级大的这个虾 就超级好吃 这虾应该就叫那什么螺蛳虾吧 而且我之前关注一个博主 也是天天吃这个虾 看得简传实 但是我们就只有夏天才做这个虾 别的自己也没 咚咚咚咚 痛水骨 我们店里好像是没有这个菜的 这个菜是因为我想吃 我从小就爱吃痛水骨 就是稀里面的骨髓嘛 好久没吃了 接着爸爸就跳跳 给我买了一整个骨头 小小厨房给我做的 我奶奶在问我的手上怎么流血了 哦那是我的口碰 刚刚那个怎么看走眼啊 它里面竟然没多小骨髓 我觉得这个肯定 咱们就是吸流一下很多的 就是光吃这肉确实挺干吧 我喜欢喝萝卜排骨汤 我不喜欢吃冬瓜排骨汤 因为我觉得那冬瓜有那虚血不爱吃 吸到红露里了 还是要小心一点点的 这个玩意儿老烫了 吸到我的那个红露里面 我喜欢拿这个当吸管的喝汤 好我的火腿来了 我刚我一共吃了三个那骨头 就有点吃不下了 咱们就是吃几个食材给我爸吃吧 这个馄饨呢 把它在那放干了就可以油煎了 这边这油煎馄饨很好吃的 今天是韭菜汽能做有点里包的 馄饨没有家里包的好吃 不过也是吃的宝宝的啦 消消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